我兩個是陳先生 我是陳小姐 不是 我幾分了 陳先生 當然我們想問你 做一份恐攻的心得 你覺得是甚麼 我覺得 因為我曾經 也有轉過很多不同的 雖然那個範疇是一樣 但我轉過很多不同的範疇 你又做過歌星 你又做過 亞視的 演員 員工 那段時間在演員轉了做staff 做staff 那你做甚麼staff 做staff的就是月薪 月薪 那你還不是掃地 我在亞視 其實不是去到掃地 除非要看場景的時候 就幫忙掃地 對 但是就配音 做主持 唱歌 演戲 甚麼都做 即是不只做演員 甚麼都要做 因為亞視的地方 其實 如果說亞視的話 給了我一個很大機會學習 所以甚麼都可以學習 然後你又沒有離開了娛樂圈 電視機 是的 其實 未入亞視之前 也有一段時間 兩三年是龐旺的 那時候 也是十年前 我想每一個年青人 都會有一段時間 遇到在社會裏做事 甚至乎自己的性格 甚至乎很多環境因素 令到自己 有些迷惘 或者覺得這個世界 好像欠了自己 或者為甚麼很多事情 和人比較的時候 會 爭了很遠 為甚麼不會 那麼順利 那我在那段時間 就有離開過娛樂圈 那段時間 就在反省 找一些出路 還有 找一些方向 譬如 因為之前 我 很多人都以為 我在亞視出生 其實我在 QV第七期訓練班出生 喔 OK 很多都是錯 OK 我知道 OK 那 當然 在QV出生之後 就有機會去了 這個 寶麗金 唱歌 剛才 另一個 MC都說了 因為根本不復古之類的事 問題是四伏中 那段時間 其實很大的打擊 學了很多準備功夫 打算真的可以 那時的打擊 例如做唱片的時候的打擊 不是在乎於工作 和社會那裡的打擊 因為那時 沒有甚麼價值 我覺得自己沒有甚麼價值 都是因為很多公司 很多人給了機會 但是最大的打擊 就是為QV存下的錢 在唱片那裡都用了 喔 他們要你自己付錢 錄音的 對 不是錄音 錄音是有唱片公司 帶你買衣服 化妝、整頭 化妝、整頭 對很多錢 對呀 有印象 雖然都會有很多印象 但是那段時間 浪費了很多錢 但是回想 我覺得 寶麗金 當年的寶麗金 又有張國榮 沒有張國榮 沒有張國榮 張國榮 有張學友 有草蠻 有黎明 是吧 有很多很大的升 我都在車邊 最後 他還沒走之前 都能進去 那算多好 多好 我只是去到寶麗金 完了的時候 在那兩三年 就開始迷惘和運自己 一直都在想 其實這一行 是否失望自己 那時候 你已經用了積蓄 又迷惘了 那你怎樣 回家住 那時候就開始 打冰冰球 喔 你打冰冰球 忘記了 但是很大的成就 其實其中一個 是香港的代表 現在比就沒得比 現在很多國內的高手 那時候我們就 香港 就是 土生土長的 小朋友 但是也有這樣的技能 就是一技之長 這樣就回家 打冰冰球 還有就 去了做一些 其實好像寫地盤 其實不是這個地盤 對 我都以為 通常這樣寫 就好像 很長一隻 沒錯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那時候 很多 我們小時候 叫老闆 他們都很喜歡打冰冰球 他們就 那些小朋友 喜歡打冰球 他們請我們吃飯 和我們打冰球 他們可以靠近 可以進行 可以進行 吃到這樣的 朋友 他才會說 如果這樣 你真的都沒有錢 是不是 那 打冰球 打冰球 又未必可以 是長遠的 生活 或者是長遠的方向 所以 不如 你除了打冰球 晚上陪我打冰球 去學一下 跟著 那時候我是舞台 只可以做助手 拿著那筒 跟師父去做事 就是這樣 其實 就是去到地盤 那些滑爐水 差不多了 漁房? 漁房有牌子,很牌子 那有沒有薪水? 有 有薪水 有300萬日 哇,那挺好的 不錯 以我來說不錯 那最後再生日去娛樂圈 那段時間其實也維持了兩三年 那兩三年跟很多年前一樣 不知為何認識了很多很喜歡野生物的朋友 然後又不太喝酒 總之身邊的朋友全部都是一些 喜歡玩啊 喜歡去娛樂圈 那段時間其實都會想著自己 是否適合這些生活 或者是否在找自己 決定是否繼續做這行 當然那段時間也有請教過很多家人 或者是一些前輩 或者是一些身邊的 我覺得他的人生經歷比較多 那當然也有他拜個神 那之後到最後都要問自己 其實是否可以繼續 是否可以 覺得這是自己的夢想 或者會不會對夢而放棄呢 會不會給自己多些時間呢 那時間是多久呢 那就開始真正正回到達州院士 從2002年進去 然後就是2008年 幾六年時間 可以說是將以前 我小時候 在那段時間的時候 我不想再提回以前的東西 因為我知道 我一定要忘記了以前的東西 以前的東西 例如是 我有跟張學友同台演出 我有跟他 我的新歌 派到電台的時候 他會專程來我訪問 然後給我一些評語 我收歌 我要將所有的東西 全部忘記 我才可以重新歸零 在2002年 再學過在原來的所有的東西 是 是 那然後呢 就 後來又再回到路線之後 現在就 非常成功 是 我想每個人成功與否 和他的工作的過程